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7号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李克强表示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曲折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我们通过深化减证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等改革 加大定向调控力度 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激发市场活力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5月以来 工业 投资 消费 进出口等主要指标稳中向好 就业保持良好势头 我们将继续转方式调节构 提高发展质量效益 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说 新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举办 中方愿同试经论坛共同努力 确定富有远见 有包容性的主题 增进中国同世界的合作 推进创新创业 探讨把中国产能和装备制造优势 同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相对接 更好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 实现互利多赢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司法部表示 李克强总理年初在世经论坛年会发表重要演讲 提振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世经论坛重视中国的重要作用 愿进一步深化对华合作